现在云南骑进麒麟漆,麒麟水乡 之前在南盘江边上找到一整栋房子 房子呢,房东重新在里面刷白,收拾干净 房子呢,可以拎包留住,加建的提前 这个房子唯独好处呢,门口就是南盘江 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两边的是公园,里面还可以钓鱼呢 现在下午五点多,快六点多,所以天要黑了嘛 看到房子呢,有点暗 这个房子呢,门口呢,是可以停车 两边呢,种了果树,房子呢,就是前面这一栋 看到外观是蛮好的 之前这个房子呢,找的时候房子有点就干搬出去 房东重新花钱,在里面收拾装修改造了一下 房子弄得很干净,它租了半年,现在又退出来的 现在看看房子嘛 这位呢,就是房东,这边是种了无花果 然后这边也是无花果树 现在是铁门进来,这边是大厅 里面是有瓷砖的,有点沙发桌子这些 上面的层高也很高的 这边就是厨房 有个柜子,还有餐桌 这边是灶台 还有个冰箱,冰箱也可以用的 这边还有一道门,进来 这边就是两个卧室 这边就是卫生间,洗澡间 洗澡呢,是用太阳能的,蹲坑的,有个洗衣机 这里就是主卧室,有个沙发 这个床是一米八的,还有个桌子 这边的房子是坐洞向西,后边就是山边了 这边还有衣柜 这里也可以做一个卧室 房东之前租客呢,是在这边晾衣服 这间卧室呢,差不多有十几平多 面积挺大,有个衣柜啊 现在上楼 楼上这对着呢,就是卫生间 看这边呢 也是一张床,有个衣柜 也可以当个卧室 看这间房 这个也是一米八的石墨床 这个床是房东后期加上的 还有衣柜 这里还有一间小卧室 这些小卧室到这边是朝南边的 这边是卫生间 是蹲的,你可以洗澡 往这边过来就是客厅 房子很干净,清爽 然后这边呢,是有电视 有WiFi,WiFi也拉好了 这边是一个沙发,在这边呢 这边就是一个卧室 没放床 而是在这个房子门口 看到门前的这个环境 非常好 看到这个环境的山清水秀的感觉 现在我们上楼顶 下面是做过防水的 这边可以挂衣服 太阳能在这里 看这个阳台呢 面积也很大 这个水边是有点蚊子 但是蚊子不多 远处五六公里 就是湿区 这个环境挺好 门前这两边都是路 环境是没得说 前面几公里就是水箱呢 远处就是大山 往这个方向呢 是三宝 这边高速入口的话有几公里 附近呢 几公里也有赶集买菜的地方 在房子前面看呢 这个房子是两层的 在房子后面看 这个房子就是三层的 房子后面这边是一条铁门 电瓶车也可以骑进去充电 这后面也可以停车 这边进去呢 就是村子路 两边路是通的 它这个菜地在房子后面几十米位置 进来这边是一个厅一样的 这一间房是储物件 那边就是还有一间呢 也是放东西储物的 这间也是可以当储物 这个面积有二十平左右 这边就是楼梯箱 放东西储存东西 这边房东这间呢 也可以当个卧室 一样的 但是一层 副一层是没有卫生间 只有二层三层是有卫生间 这个地方距离趋近的时期 有六公里左右 到沿江那边买菜 有四公里 赶集的地方有三公里多 如果坐公交车的话 这个地方有一两公里 才有公交车出行的 现在云南七径 珠街 在这边找到一栋农村房子 一整栋三千一年 大层的房子呢 很干净 房子是有洗澡间 有厨房 只是没有卫生间 在房子侧面 这边五十米的位置 就有个公厕在这里 从这辆路过去呢 两三百米 那个位置呢 就可以坐公交车 到珠街啊 到七径的时期 到珠街的旧市 有三公里左右 在这个侧面 是带一块菜地 可以使用的 这周边的是农田 这两边呢 是竹林跟树林 房子呢 就是前面这栋二层 这边车也是可以开到门前 它水电也接通了 在房子门口 这边一棵柿子树 还接着柿子 也是房东架 对着门口这一条呢 都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旁边呢 这里是房东的老房子 它对着这边呢 也可以停车呢 也可以动电话 动电菜 这边是两兄弟的 这个房子呢 它现在也没人住的 是空着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这栋房子它 这边是一个楼梯 它之前走给人家 现在刚好退出来 现在进门 这边是一个厨房 餐厅 这边就是一个 有洗口吃那些 这里是洗澡间 如果自己加个卫生间 在这里加个 蹲的啊 马桶的行 从这边弄一个 抬到那边 那边弄个花瓶室 就可以了 这是房东的 这边是一些柜子 从左手边 这边是上到二楼 这边有两间房 这到我们近期呢 有一间房 这是一点黑 这边呢 就是你可以做个卧室 你可以做个客厅一样的 它也有些茶间 一些桌子 下面是瓷砖的地板 后面是一片树林的 一层是有两个卧室 二层呢 是有三个卧室 楼梯是没有扶手 现在是三个楼梯 左手边呢 这边就有两个卧室 上面是用这种两瓦 太阳可以晒进来的 往这边 这间卧室就大一点 有20平左右 然后这边呢 可以个卧室 加卫生间也行 它插座弄好了 窗户也蛮好的 上面的墙面也蛮白的 就让我们进来 这间卧室跟下面那间是一样大的 这是关着门 这里也是一间卧室 下面是瓷砖的 这个卧室也是十几平 接近20平不到 现在我们房子 上面看看楼上 这道铁门 过来 这里就是一个玻璃房 一个玻璃房 采光就好一点 这边是阳台 这边就是棕榈树 就拦着这个房子 如果把棕榈树修一修呢 采光稍微好一点 这一旁边呢 都是没有住这人的 往那边就是一大片 都是竹林的 这个太阳能是蛮好的 这个太阳能当时买的时候 都三四千了 几家人也可以够用的 然后这边还有个烟囱 烟囱是对着造坊那里 这边就是从那边进来的路 车也是可以开进来的 这边就是主路了 这周边一大圈全是那个果子 你看这个柿子还蛮好的 门前就是一大片这个竹林 竹林下面对着房子那里 也是房东家 它是人也可以用 可以停车 看这个路态也蛮大的 好了大家记得怎么样 这个房子250一月 三千一年 我是阿海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